南台湾教会相当关注青年就业的问题 由高雄九曲堂教会所创立的飞扬协会 连续举办了十四届职能探索课程 目的是提供在学青年来找到自己工作的志向 青年人留在教会但我们可以给他什么 除了灵性的喂养之外 其实我们应该关心他未来就业的问题 找到工作这个不困难 问题是这是不是他的兴趣 他的人力 还有他这样的收入能不能养家糊口 甚至他的收入能不能参与教会的建造 你看哦我是不是打开总罚 我是不是我就可以看到他里面的压力 那时候我也是国中生 然后那时候就是郭牧师他就有教我们水电 确实成功引起我的兴趣 然后后面接触到冷冻空调也有兴趣 到了大学之后就有去考到甲级 就是冷冻空调甲级症状 职能探索今年进入第七年 前后共有150多位青年朋友参与 包括餐饮烘焙 美法 冷气维修 手作DIY等多样化的课程 对美法有研究是因为前几届的职能 我参加有参加美法 然后之后就有兴趣就一直在这个方面继续研究这样 然后后来就读了大学是读这门科目 让学员透过摸索学习不但造就出可以入学后立定志向的案例 更建立传承分享职场经验 并一起建造教会的服饰文化 教会对我就像一个家一样 所以想当然我就会想要继续照顾接下来这些孩子 因为我本身也是从这些孩子一样也是这样慢慢长大起来的 除了课程的探索 协会更与民间机构合作成立 一沟糖咖啡烘焙坊 透过烘焙班的转业训练 考取证照后 青年们来到这里累积实战经验 像我一样对咖啡有兴趣的人 然后能够透过这个地方 能够变成他们的训练的一个场所 我们是否能真正成为我们下一代这些孩子们 正在受服务的孩子们的 成为他们的祝福或是榜样 其实这都是我们这一代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教会团体带头帮助青年朋友找到志向 并将上帝恩赐的才干应用在职场 相信这是让得获财的能力 和建造教会的信心一同增长的美式